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子球队聘请32名助理教练 平均年薪为89228美元 男子球队则聘请38名助理教练 平均年薪有293135美元 该校参加的竞技项目包括男子组部分 棒球 高尔夫球 美式足球 篮球 网球 排球 田径 水球 游泳和跳水 女子组包括篮球 沙滩排球 越野 高尔夫球 棍网球 网球 网球 英式足球 游泳和跳水 划船 田径 排球和水球 延期主办的2020年日本东京夏季奥运会 共有65名男家大的校友 或是目前在校的运动员运会 这是该校连续陆届夏季奥运会 都至少有40名以上校友和校队成员代表参加 科恩的重则大任 就是必须带领南加大 由太平洋六州十二校联盟的PAC12 Conference 平稳过渡到十一州十四校联盟 太平洋六州十二校联盟目前主要成员还是北南加大 洛杉矶加大 犹他大学 奥勒冈州立大学 华盛顿大学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华盛顿州立大学 亚利桑那大学 百克莱加大 科罗拉多大学和史丹佛大学 奥勒冈大学 南加大和洛杉矶加大 已经于2022年6月30日确认 在2024年8月2日异轨 横广洋 2023年9月2日